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龙二 在iPhone XS系列发布仅一个多月之后 苹果今天又召开了一场新米发布会 而在本次发布会上 苹果总共带来了三款全新的硬件产品和两款配件 那接下来我们就花点时间简单的回顾一下 首先打头阵的产品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的MacBook L了 全新的MacBook L最大的变化就是升级到了Retina视网膜显示屏 屏幕规格为13.3英寸 同时换用了与Pro系列相同的黑色边框宽度也进行了明显的收窄 侧面总共配备了两个同时支持供电和USB传输的雷电三接口 右侧还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 而在键盘方面 全新的MacBook L采用了第三代碟式键盘 键盘右上方加入了Touch ID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在配置方面 全新的MacBook L搭载了Intel第八代Core i5处理器 标配8GB的内存同时提供128GB和256GB 两种存储版本可供选择 当然如果你有钱 最高可以选到16GB加1.5TB的规格 国行版的价格定在9,499元起售 随后登场也是万年没有更新的Mac mini系列 其在外观上依旧采用了圆胶矩形的小方块设计 主要的变化都集中在配置上 处理器升级到Intel第八代Core家族的标压版 包括4核和6核的i3、i5和i7 核显性能提升60% 整体性能则是提升了5倍之多 同时还有T2安全芯片 容量方面提供了8GB起步的DDR4内存 以及128GB起步的固态硬盘 国行版价格定在6,499元起步 最后登场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产品 那就是全新的iPad Pro 在外观上新款的iPad Pro 与此前传闻的基本保持一致 提供了11英寸和12.9英寸两个版本 正面的边框大幅收窄 同时取消了标志性的Home键 当然传言中的FaceID也并没有缺席 整机的造型更加方正冷角分明 背部左上角放置有一枚规格更大 且明显凸起的1200万像素摄像头 下方触点则是用来外接键盘 比较特别的是 在机身的侧面还专门设计有一个磁力接点 可以将Apple Pencil磁吸在这里 并自动配对和充电 而在配置方面 全新的iPad Pro 搭载了X2X by Onyx处理器 单核性能提高35% 多核性能则是提高了90% 提供最低64GB 最高1TB的存储空间 两个版本的价格则定在 6499元和8099元起步 12.9英寸顶配版 更是高达15299元 也是创下了iPad Pro系列的历史新高 对了 伴随着新款iPad Pro发布的 还有全新的Apple Pencil二代 和新款的Smart Keyboard 售价分别定在999元和1449元起步 当大家都以为还有One More Sins的时候 库克傲娇的跟大家说了一句 孤德白 所以看样子我的AirPods还能再占一年了 另外就是AirPower继续跳票 不知道苹果是不是把它给忘掉了 好了 那关于苹果这次的发布会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苹果刚刚收割完大家的剩 现在又来收割大家的杆了 大家各自安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哦等等 关之前别忘了扫码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在那头等你